大家早安,今天這個特地來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到這個刑事檢查局去做報案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這幾天在這個王立強共諜案發生之後 一直到今天網路上面其實還是一直不斷的轉傳很多一些錯誤跟虛假的一些訊息 特別是一些照片經過這個錯誤不當的這個扭曲 那其中一張照片其實這幾天在網路上流傳非常廣 一直到今天在LINE的選組裡面跟這個臉書上面還是有非常多的這個朋友在轉傳 那甚至很多人在這個轉傳過程當中還加了一段訊息說 這個是民進黨跟這個共諜王立強這個有所關聯性的一個證據 那因為這張照片裡面有我本人 所以今天特地來做報案的動作 其實也是要進一步跟社會當中說明 這張照片裡面並沒有黃立強 那大家看到的這張照片其實是這個2017年的1月份 香港的眾志 香港眾志的這個秘書長黃志豐 跟香港眾志的當時候的這個立法會的議員羅冠聰 還有這個香港的這個立法會議員姚松妍跟朱凱迪等人 他們到台灣來跟那個台灣一些政黨做交流的時候 那會後我們有一個參數 所以在場的所有的朋友除了台灣人的部分以外 其他 除了王丹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都是香港的朋友 那這一位在照片當中被指涉是所謂王立強的這位人士 其實並不是王立強 而是姚松妍當時候的立法會的這個議員姚松妍的助理 叫做李志榮 那這幾天我跟志榮其實也聯絡上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一段時間也在跟香港很多民主派的人士交流的時候 他其實都是蠻重要的一個成員 那他自己也感覺到非常詫異 為什麼他的照片會被指涉為是王立強 這件事情讓人匪夷所思 那這張照片其實很清楚的 就是他們特地選了一個邊邊角角的看不清楚的一個這個人臉 就說這個是這個是王立強 但另外一張更誇張的是 另外一張不好意思 針對這張照片 這個我們已經在臉書上面跟在網路上面 甚至在對媒體都已經發布了這個正式的聲明 跟說明 但是一直持續到今天都還是有人說這個是 這個就是王立強 那昨天又發現有部分的網友在做更誇張的 不只是他們把這個 他們又找另外一張人臉 然後說這個就是李志榮 但實際上這也不是李志榮 李志榮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他也說這也不是我 但為什麼說這是我 那理由只是因為他跟姚松妍坐在一起 但是姚松妍他也連字都打錯 其實這不是姚立妍是姚松妍 所以有非常多錯誤擺出的一些錯誤的訊息跟假的訊息 他至今不斷的在這個網路上面散播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知道說過去一段時間 在去年的1.124的大選當中 其實就是有非常多錯誤的跟虛假的訊息 不斷在網路上面的流竄 那這個流竄的過程其實對去年的這個選舉結果 都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些影響 那今天我們特地來這個刑事檢查局報案 就是對這件事情我們不會再姑息 因為一直持續到今天 還是有很多基層的長輩在不斷的詢問我 說這張照片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可見得是在我們經過了多次的澄清之後 在地方上的LINE的群組 可能或許大家都還沒有認識到 這是一張這個變造過的一張照片 或經過扭曲的一張照片 所以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這位照片當中所指涉的人士 其實是姚松妍前立法會的這個議員的助理 叫李志榮 那他並不是王立強 所以我還是要再三的向社會大眾做說明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刑事檢查局報案 主要針對這三個部分 我們認為有散播這個謠言的人 有可能以下三個犯刑 第一個是針對刑事刑法上面的加重毀謗罪 第二個是社會秩序的部分 他們是否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就是散播謠言 然後致使社會公共安寧受到影響 那第三個部分是這個一樣是在刑事罪的部分 他有這個變造文書 類似這樣的犯險 所以今天我們會針對這三個這個罪行 向這個刑事檢查局提告 那希望這個刑事檢查局能夠協助我們查清 散播這些謠言的人 到底是從哪裡來 那做這些圖卡的人又是誰 你們自己有收證了多少人 散播轉發這樣的圖片嗎 有沒有對客廳多少人提告 其實現在這個是這個主犯不及被殺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網路上面不只看到臉書上面在流傳 在LINE的群組裡面更是不計可數 就是這個 現在看起來我們是沒有辦法查清楚到底有多少的數量 那有多少人在轉傳 那至少我們現在能夠先掌握到一部分在臉書上面 那一些LINE的群組裡面 有些是比如說幾個人 10個人20個人30個人的這樣的群組裡面 其實也都在轉傳 那甚至有一些是數百個人以上的群組 他們也都在轉傳這樣的圖卡 那這部分的人數我們會在持續的做蒐證 但我們今天會先把這個 有掌握到的這一部分 我們會先交給這個刑事檢查局 讓他們來做調查 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在這邊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有關於我們今天所申告的三個法條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天告訴人有兩位 一個就是非凡他本人 另外一位就是民主進步黨的卓榮泰主席 那非凡本人的部分呢應該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貼文裡面 其實他用了一個不當的連結 他其實在貼文裡面沒有對非凡指名道姓 但是他在貼文裡面有說 民進黨收了這個 民進黨有給共諜金援 又給共諜金錢 那又利用非凡現在這個民進黨的副秘書長的身份 做一個不當的連結 讓一般大眾誤以為 民進黨跟共諜是有聯繫的 那再來就是說他在這個貼文裡面 有很明確的指出民進黨有給共諜 好就是金錢上面的支柱 那就這個部分是一個不實的事情 而且我們認為這已經違反了社會秩序 維護法當中的散佈謠言 散佈假消息 達到妨害的社會安寧的秩序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是目前的執政黨 那如果說今天去用假消息去指稱說 民主進步黨作為一個執政黨 卻是在侵害違反國家安全的話 這個是嚴重的影響了社會的安寧的秩序 所以今天除了刑法的妨害民慾之外 我們也同時提出了 行使變造違造文書 還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這個部分 那但是在這邊我最後要呼籲 所有的社會大眾 拜託拜託大家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剛剛成如非凡所講的 我們目前沒有掌握所有的在流竄 就是在群組當中做流竄 因為這些這個照片在這一兩天 已經流傳非常廣 所以我們呼籲民進黨的支持的朋友 還有在乎假消息影響台灣大選的朋友 如果你們在群組裡面有收到這個訊息 請麻煩截圖給我們 截圖除了截圖這個訊息的本身 還有麻煩也截圖這個就是轉傳者的 這個帳戶的這個頁面 也給傳到民進黨的粉專 麻煩就是提供大家這個相關的訊息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呼籲一般的社會大眾 當你們在收到群組裡面收到一個 你覺得非常爭議性很高 而且就是有可能會 就是爭議性很高 可能會造成社會衝突跟對立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請你在轉傳之前先想三秒鐘 不要因為這個訊息是針對你所討厭的 或是不支持的離手陣營的候選人 你就見列欣喜 轉傳假消息是有法律責任的 我們今天在這邊正式提告 就是要告訴所有的社會大眾 轉傳假消息是有法律責任的 不要認為你是躲在網路的隱秘性之後 不要認為你是躲在LINE的帳號之後 你就完全沒有法律責任 轉傳假消息是有法律責任的 所以這是今天非凡還有民主進步黨 提出告訴的最主要的目的 也呼籲社會大眾注意假消息 介入台灣大選 謝謝 這一開始後文的這些網路 你目前有掌握或是懷疑 他們可能是有什麼特定的背景 我們找到了一些部分的帳號 那這些部分的帳號 它確實跟過去一些 支持一些特定政黨 確實是有比較高度的關聯 那我們現在既然要進入到報案的階段 那我們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去做任何的影射 所以那我只能夠說現在就我們掌握到的部分 確實有部分的帳號 它在過去不斷的散播一些不實的攻擊民進黨 或攻擊我個人的一些言論 那甚至有很多的照片都是經過變造 那這樣這幾個帳號其實我們都已經有所掌握 那我們會把這些帳號相關資訊交由警方 去做偵辦 OK 那就先謝謝大家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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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謝謝 敏